今天是2018年6月18日 星期一上路10点22分 走为圣人 走为大地 走为大地一鸿涛省子 圣子人子 来到了湖北省实验室张忍区 车程西路28号 新闻医院这里 父亲一之后患肝癌肿瘤疾病 父亲一之后患肝癌肿瘤晚期痛大疾病 走为圣人李鸿涛在西门医院 看望赵总看护父亲患肝癌肿瘤晚期痛大疾病的父亲一之后 父亲一之后现在只能喝点隔冬粉 隔冬粉也是抗癌消肿瘤的 什么药汤都不能喝 现在只能喝点隔冬粉 延长生命延长受病 治病救命 现在父亲一之后 在湖北省实验室张忍区西门医院这里 打针 打消炎的针 抗肚癌的针 打护肝的针 打护肝的护肺的 不错能量的药水 刚才喝了点隔冬粉 走为圣人李鸿涛把碗洗一洗 一会儿在父亲的病床边上 今天是2018年6月18日星期一 上午10点23分 则为圣人李鸿涛现在 道教神明则为圣人李鸿涛现在 在湖北省实验室张忍区西门医院这里 照顾看护父亲患肝癌肿瘤 晚期重大疾病的父亲一之六 道法自然先道贵生 则为圣人则为大帝李鸿涛神子 圣子仁子无量斗仁 福生无量天增 无奉原始天增 领保天增 道德天增 太上老君 一皇上帝 一皇大帝 九天玄女 积极如律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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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赞叹赞美 则为大帝 则为圣人一鸿涛 荣耀归于一皇上帝 一皇大帝 善哉 善哉 圣哉 善哉 善哉 大帝 letting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